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设计这样这样的一个表单 那上面是完成的档案 那下面是还没完成的档案 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完成的档案里面的话 其实各位将来可以在专案里面看一下 打开某一个档案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把它当成一个VBA的一个专案 那里面的话预设会有一些物件 Microsoft Excel的物件 那最外层一定是一个什么呢 This or Book就是这个工作库 它是指的就是Essail整个本身就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撰写程式的话呢 通常画面的部分呢 我会把它放在所谓的表单 不过预设假设你第一次开启的话呢 是没有表单的 那什么叫表单呢 就是我刚刚秀给各位看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可以跟使用者做沟通的一个桥梁 一般我们叫做什么UI界面 就是User Interface 就是使用者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界面 那怎么设计呢 或者怎么加入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来看 这个是完成的一个画面 那我要怎么加呢 你们在专案上方按右键 会有一个插入什么呢 那前面我们通常在练习的时候呢 直接就是加入一个模组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程式就把它放模组 那画面就放哪里呢 就是自定表单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你第一次要加入画面的时候呢 请你记住按右键 直接插入一个所谓的自定表单 那自定表单呢 打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多出一个叫User Phone 1的一个表单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不止一个表单呢 你可以很多加很多的表单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分别 需要的时候再把它叫出来 那我要怎么去设计像这样一个表单 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它的大小可不可以调整呢 可以调整 所以呢如果你的画面太小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点点 拉大之后的话呢 再来调整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的名称 比如说我希望呢 它的名称不要叫User Phone 1 我希望它的名称要叫做Home的话 那请你把这个地方点下去之后 它一定会有一个书信